大家好,我是易法半导体ST60中国区的产品经理,我叫Danny。 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一款ST结合一普森以及奈尔金联合开发的一款全新的投屏神器。 那么我们这个投屏神器是如何工作的呢?来跟我一起来聆听这个介绍。 首先我们是通过iPad作为一个投屏,它是通过Type-C的连接器。 我们可以看到在底下通过Type-C的连接器,然后连在我们的这个iPad背夹上,我们有一个ST60也有一个无线充。 那么ST60呢,它实现的是把我们的Type-C里面的DP信号,然后传到这个底座,传到这个底座再投到我们的这个电视上面。 那它的这个无线充呢,实际上是反向充电,是通过这个底座它有插电,然后反向充电给iPad。 那么这样保证了我们这个iPad在工作的时候同时又有电,然后它又可以投屏。 那么我们可以看后面,在我们的这个设计里面呢,我们也有USB。 那么这个USB接口呢,它就是可以让我们在投屏的同时呢,也可以接一些USB的设备,比如说键盘和鼠标。 所以呢,秒间让我的iPad变成了一种操作电脑的一种体验。 有了一个大屏幕,有了键盘和鼠标。 那么这个设备呢,不仅仅我们看到这个是垂直的一个方式,我们也可以在另外一个角度,在水平方向它也是可以工作。 看我这边的一个操作,这边有一个磁吸附设的连接器,我把它拿下来,可以看到,这边后面就是我们的一些电路在这个后面。 有这个是刚才介绍的无线充电的线圈,然后ST60是在中间。 那我现在把它作为一个水平方向工作的方式,跟大家分享一下。 这边显示是1080P的,这个投屏设备呢,是一个高清的一个分辨率。 我这边可以让它播放。 所以这两边是一个同屏的一个工作,可以看到。 那么我们这个投屏神器呢,可以被用于特别是一些商旅的一些客户。 它因为这个原理呢,虽然在我们的tablet,在pad上面可以用,在手机上面也是可以用的。 那么我们是想一种场景,就是我们拿着手机,如果在家里摆一个投屏神器,在公司摆一个投屏神器, 我们的手机拿到公司,用这个设备来做办公的一个终端。 或者是我们下班了,回家,也可以摆一个这样的设备。 那么我们可以在家里面,也用这个设备呢,实现我们的手机,变成了我们的电脑终端的一个操作体验。 那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ST60的资讯呢,欢迎大家访问3w.st.com斜线ST60,或者垂寻ST当地的销售代表,获得更多的信息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